第25集 旧金山群众选举一撇 旧金山港口里有许多岁潮水升降的辅马头 这对于来往船只装卸货物非常便利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辅马头也算作美洲大陆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说福克先生 爱尔达夫人和陆路通 在上午七点钟已经踏上了美洲大陆 在这些辅马头边上 停泊着各种东北的快帆船 不同国籍的龙船 以及那些专门在萨格拉托河 和它的支流航行的有几层甲板的汽艇 辅马头上还堆积着许多货物 这些货物将运往墨西哥 秘鲁 智利 巴西 欧洲 亚洲 以及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 陆路通非常高兴他终于到了美洲大陆 他觉得现在必须用自己最漂亮的样子翻身的动作 跳下船来 才能表达他内心的喜悦 但当他两脚落地 踏在了这个烂糟了的辅马头上的时候 差一点没栽个跟头 小伙子就是用这样狼狈的姿势踏上了美洲大陆 这时 他扯高嗓门发出一声惊人的欢呼 把一大群停机在码头上的炉瓷 唐鹅吓得一哄而散 福克先生一下船就打听好了下一班火车开往纽约的时间 是下午六点钟 这样一来 他在这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大城市 旧金山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他花了三万美金为爱尔达夫人和自己雇了一辆马车 陆路通攀上了马车前头的座位 马车立即向国际饭店拾去 陆路通居高临下 十分好奇地欣赏着这个美国的大城市 宽阔的大街 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低矮的房屋 古格鲁萨克逊风格的哥特式大教堂和礼拜堂 巨大的船屋 像宫殿一样的仓库 这些仓库有的是用木板搭的 有的是用砖瓦盖的 大街上车辆很多 其中既有四螺马车和卡车 也有电车 人行道上满是行人 其中不仅有美洲人和欧洲人 也有中国人和印第安人 他们组成了旧金山的二十万居民 看到这一切 陆路通心里觉得很奇怪 在1849年时 这里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城市 好些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和汪洋大盗 都到这里来找寻金矿 这里成了人类扎仔密集之所 人们一手拿枪 一手握刀来堵金沙 但这样的黄金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的旧金山 显然是一座巨大的商业城市 那座设有警卫的 市府大厦的高塔 俯瞰着全城的大街小巷 这些街道都像刀切似的整整齐齐 直角转弯 马路中间点缀着满眼翠绿的街星公园 再往前去就是华人区 它真像是装在玩具盒里 用来一块中华帝国的土地 如今 在旧金山 再也看不见那些头戴宽编大张帽的西班牙人了 再也看不见爱穿浑衬衫的淘金者了 再也看不见戴着羽毛装饰的印第安人了 代替他们的是无数身穿黑礼服 头戴丝织帽 拼命追求名利的绅士 有几条街上两旁开着豪华的商店 在它的货架上 陈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像孟哥玛丽大街就是这样 它可以和伦敦的瑞金大街 巴黎的意大利人街 纽约的百老汇大街 相提并论 陆陆通一走进国际饭店 就觉得自己似乎还没有离开英国 饭店的楼下是一个宽大的酒吧间 这种酒吧间 是一种对顾客免费供应的冷食店 这里的肉干 茉莉汤 饼干和干烙都分文不取 这里有各种饮料 英国啤酒 葡萄牙红酒 西班牙葡萄酒 如果顾客高兴进来喝两杯 舒舒服服 他只要给酒钱就行了 在鲁鲁通看来 这真是非常美国化的生意经 国际饭店的餐厅非常舒适 福克先生和爱尔达夫人在一张餐桌旁坐下 立刻就有几个面目清秀的黑人 送来了一小盘一小盘的菜 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饭后 爱尔达夫人陪着福克先生一起离开饭店 到英国领事馆去办理护照签证手续 在人行道上 福克先生遇见了陆路通 陆路通问福克先生 在上火车之前 要不要买几支安飞牌马枪 或者买几把扣尔特牌手枪 以防万一 因为陆路通听说 在这段铁路线上 常常有西乌人和包尼斯人劫火车 他们劫起火车来 就像普通的西班牙小偷一般 福克先生说 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不过他叫陆路通自己看着办 想买就买好了 然后福克先生就往领事馆去了 福克先生走了还没有两百步 做梦也想不到 被迎面碰上了费克斯 这位侦探显得非常惊奇 怎么着 福克先生跟他同坐一条船 横渡太平洋 他们在船上就没见过面 总而言之 费克斯能和这位 给过自己很多好处的身世 异地重逢 真是感到非常荣幸 目前 费克斯的任务需要他回欧洲去 在这一段路上 能有这么好的旅伴 那真叫他太高兴了 福克先生回答他说 自己也感到很荣幸 如今 费克斯是再也不肯离开 福克先生了 他要求福克先生 允许陪他们一起参观这个五花八门的旧金山城市 福克先生当然同意了 于是 爱尔达夫人 福克先生和费克斯就一起逛起大街来了 不久 他们就到了孟格玛丽大街 在这条街上熙熙攘攘 人流就跟潮水似的 虽然教室马车和四螺马车往来如梭 但是在人行道上 在马路当中 在电车轨上 都是人 连各家店铺门口和每一座房子的窗口 甚至在屋顶上 到处都是数不清的人群 背着宣传广告牌的人 在人从中走来走去 各色旗帜和标语 在人头上迎风招展 四面八方 人声鼎沸 到处都在喊 嘿 拥护卡米尔菲尔德 拥护曼迪拜 原来这是在开群众大会 至少费克斯是这么想 于是也把自己的选法 告诉了福克先生 并且说 先生 咱们千万别跟这些 乱七八糟的人搞在一块 否则只有挨揍 说实在的 福克先生说 搞正直 动拳头 哪一点也不会比普通拳头轻 费克斯听了福克先生的论断 觉得应该笑一下 于是他就笑了 为了不卷入这场混战 埃尔达夫人 菲利亚福克和费克斯 走上了一个台阶的最上一层 这里可以通向一个高岗 在那个高岗上 可以俯瞰孟哥玛丽大街 对面横隔着一条马路 是一个煤炭公司的码头 和一家石油商行的堆栈 在堆栈和码头中间的空地上 有一座大讲台 只见四面八方的人群 都在向那块空地集结 这个群众大会是干什么的呢 为什么要开这个大会呢 菲利亚福克完全不了解 是要选一个高阶文官或者武官呢 还是要选一位政府首脑 或者国会议员呢 看了这种使全城都陷入 异常激动的场面 可以使人做出各种不同的推测 正在这时候 人群中发生了一阵惊人的骚动 无数只手都举起来了 在一片叫笑声中 有些人紧握着拳头高高举起 像是一下子就要打下去似的 而实际上 这种姿势大概只不过表示 坚决要投某人一票 骚动激荡着人群 人群又激起了新的骚动 无数的旗席在人头上空飞舞 忽而在人群中隐没 忽而又被举起 这时那些旗席已经变成破烂的纸片了 突然 熏远的人海向四面扩张 已经到达了福克他们站在台阶前面了 只见无数人头在四面八方蠕动 由于一阵狂风骤雨 击打着辽阔无边的海面 这总是一个群众大会 费克斯说 他们总是在讨论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 大概还是为了亚拉巴马事件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虽然这件事早已解决了 也许是的 福克先生简单地回答说 不过看情况 费克斯说 显然是卡米尔菲尔德先生和曼迪拜先生 这两位竞争选手碰到了一块了 埃尔达夫人挽着费利亚福克的手臂 惊慌地看着眼前动乱的人群 费克斯预备向他旁边站着的人 打听一下 为什么群众情绪会这么激动 正在这时候 忽然间来了一阵更剧烈的骚动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咒骂声 个人手里的旗杆都变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 刚才举着的手现在都变成了拳头 到处都是拳头 街上车辆停止了 四轮马车也动不了了 在这些车顶上 人们在激烈地互相殴打 不管什么都拿来当作投掷武器了 靴子 鞋子像枪弹一样在空中来回飞舞 同时在人群的叫骂声中好像还夹杂着枪声 骚动的人群走进了福克先生站的那个台阶 而且已经忍上台阶的头几层了 虽然现在敌对双方 有一方面已经被迫后退 但是旁观的人们却分辨不出到底是曼迪败仗了上风 还是卡梅尔费尔德取得了优势 我看咱们还是走吧 费克斯说 他怕他的福克先生受到攻击 或者出了事 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 万一这些打架的人真的是为了英国问题 万一他们又认出我们是英国人 那我们就总会被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 作为一个英国公民 福克先生说 但这位绅士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见从他后面那个台阶前面的高岗上 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喊叫声 只听见 哈喽 嘿 嘿 拥护曼迪拜 原来 这是一群选民起来支援他们的伙伴的 他们从侧面向卡梅尔费尔德的拥护着 发动了进攻 福克先生 艾尔达夫人和费克斯 正好处在敌对双方的中间 要走也来不及了 这一片像潮水一样的人群 一个个手里都拿着头上裹铁的棍子和大头棒 任何人也无法抵挡 费利亚福克和费克斯在保护埃尔达夫人的时候 被人群撞得东倒西歪 依然沉着如故的福克先生 想使用自己天生的武器 双手 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英国人 两只臂膀上的武器 进行自卫 但是无济于事 这时候来了一个神奇十足的大个子 下额上长着一撮红胡子 红脸宽肩 看样子好像是这群人的头 他举起他那吓人的拳头 朝着福克就打 要不是费克斯忠心耿耿抢上前去 代替他挨了这一拳 这位绅士 总会给揍垮了 啥时间 在费克斯那点被打扁了的丝质高帽底下 已经肿起了一个大疙瘩 扬起 福克先生以鄙视的目光 对着他的敌人说 英国佬 对方回答说 我们总有再见的时候 随便你什么都行 您叫什么 费雷亚福克 您叫什么 斯塔姆 普洛克托上校 这几句话说完 人群就晕到一边去了 被撞倒的费克斯 马上从地上爬起来 衣裳全破了 但幸亏没有受重伤 他的旅行大衣 被撕成了大小不同的两块 他的裤子 现在很像某些印第安人 喜欢穿的那种 预先把后裆剪下来的套裤 不过 埃尔达夫人这一回 总算是安然无恙 只有费克斯一个人 代替福克吃了一拳 他们刚离开人群 福克先生就向这位侦探说 谢谢您 没什么 费克斯回答说 走吧 到哪里去 找一家服装店去 事实上 现在也真应该到服装店去了 菲利亚福克和费克斯两个人的衣服 都已经破得不像话了 仿佛他们是为了帮助卡梅尔菲尔德 或者曼迪拜竞选而挨了一栋奏斯的 一个钟头之后 他们已经恢复了衣冠整洁的仪表 然后到领事馆办完签证手续 就回到了国际饭店 陆陆通已经等在门口 小伙子身上背着六七支带匕首的手枪 这种枪使用中心撞针发火 能研发六颗子弹 陆陆通一抬头 看见福克先生后面跟着个费克斯 马上露出一脸的不高兴 可是等艾尔达夫人 简单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小伙子马上又没开眼笑了 显然 费克斯是说话算话 他已经真的不再是敌人 而变成一个同盟者了 晚饭后 福克先生叫人找来了一辆教室马车 准备装上行李 坐着去火车站 在